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昨天他来了 他说这病人说哎呀 我还特别怕扎针 我说好啊 我说你特别怕扎针 你得的这个病它也不是个扎针的病 刚好是咱们能治 那病人说太好了 那你看看能不能治吧 我说行啊 我说查一下吧 大家说应该查哪啊 想一想 根据咱们讲那个大拇指尖销炎的这个方法 咱们应该查一下哪个位置啊 查一下哪个位置高不高 中指的尖销炎啊 中指的尖销炎在查这没有用了啊 想一想啊 给大家15秒的时间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是查哪个位置 是手背这一侧呢 还是这一侧呢 手背哪个位置呢 不要乱指 好了 我直接给大家说了啊 嗯 既然是 咱们这个要讲这个尖销炎 大家看啊 大拇指的这个尖销炎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是 这个笔是第一掌销的话 它发生的是这个方向的一位 是吧 好了 那中指呢 一样的原理嘛 是不是啊 这个是第三掌销的话 是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位 那好了 哪个位置敲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位置敲起来了 这儿敲起来了吧 敲起来之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教大家了 说那个大拇指尖销炎的时候 摸着这个点翘起来的时候 第一掌骨翘起来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还得摸摸大左脚五 这儿疼不疼啊 他这个那中指翘起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得摸一下这个里面 这个位置有没有痛点啊 我一摸到里面不太疼 然后呢 我不告诉大家了吗 大拇指的尖销炎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结结吧 是吧 摸上去比较疼 那中指在哪呢 中指尖销炎 是不是结结应该在这啊 哎 大家这时候可能就要想了 那不对 中指尖销炎节节不应该在这个纹这吗 是吗 是在纹这吗 不是在纹这啊 因为它是在关节上 大拇指这个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大拇指这个纹和这个关节 基本上是重合的 但其他指头不是啊 其他的指头这个纹靠上 这关节实际上在更靠下的位置 如果你查的话 痛点实际上是在这的 可不是在这个纹旁边啊 哎有的人说一人说尖销炎 嗯一摸这纹旁边不疼啊 他不在那纹这 他在这关节这看 哪是关节 一活动来会动的这个位置是关节 这个位置这 在这 啊一摸 我一看 我说疼不疼 他说刘大夫 你那个手杆K的疼 我说 我说因为啥 我说这个位置吧 我没法用指腹去按 我肯定是要用指甲去按它 但是我说你试试好的 那边什么呢疼不疼 啊你那边K的不疼 那好了 那就是还是有点问题呗 我说疼得厉害吗 他说疼得不厉害 那疼得不厉害 那我就有信心了啊 因为它这个节节不严重 咱们肯定就不需要扎它了嘛 那咱们就只需要把那骨头 复背一下就可以了嘛 然后我说啊 我说那 那就吸气拉开呗 拉开 然后把这个高点按下去呗 是不是 把这个 第三长骨这个高点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他说哎 就好多了 然后但是摸一下 这手还会 就是有一点弹响 但是它能 屈身 这个动作都能完成了 然后 我是不是还给大家讲了 它除了有这个 这个方向的运动 它是不是还可以有这个左右偏啊 那好了 那如果在中指这个方向 出现左右偏了 是不是这样啊 或这样啊 那是不是咱们查的时候 就实际上是在这个 两个指缝这个位置 第三长骨和第二长骨的缝 和第三长骨和第四长骨 这两个缝 去摸一摸 看哪个缝疼呗 是不是 我一摸啊 它靠近第二长骨这个缝 这有点疼 那是不是就说明了 这个骨头发生了这样的错位 是吧 第三长骨是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错位 因为大家记住一句话 高点逼错位 痛点逼错位 你按照痛的地方 它肯定是高的地方 你按照是个坑的地方 它基本上不会疼 知道吧 那好了 那这个怎么做啊 那也是呗 拉开 然后把这个 一个手拉开 然后一个手把它往那边推嘛 推几下 再做 基本上没事的 我说好了 那有多少 他说 起码有八九成 然后他说 那我还用不用来 我说你观察一下 我说你要是不疼就不来了 我说你要是 还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好多了 你就再来一下 那病人就很高兴就走了 所以大家记住 中指的见笑言 可以这么治 无名指的见笑言 一样可以这么治 小指的 十指的 它们都一样 都是一个治法 在哪啊 在这边找高点 大拇指的 在这嘛 是不是 大家记住几个方向嘛 是不是 一个是 前后的这个方向 再一个是左右的这个方向 左右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个旋转的方向 因为它是中指嘛 这个位置 大家想一想 我为什么没去查 它这个旋转 你中指能干嘛 能旋转到它呀 你基本上旋转不到它 它不像这个大拇指 所以呢 这四个指头呢 我虽然我治的少 但是我认为 不用去查它那个旋转 这四个直接就查它的左右 左右和这个上下就可以了 这个大拇指 三个方向都要查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见笑言 然后我看客下有的人 问我说这个 说见笑言 复不复发的问题 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个事 就是说 首先 大家要知道 见笑言它这个病 它是着凉 好劳损 引起来的病 那其实治好了以后呢 你日常生活中 稍微注意一些 不要过于劳累 不要说总让它一直着凉 它犯的概率呢 就相对来讲低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慢性老损性的疾病 那你 比方说 那我给你治好了之后 你还天天的去 使劲的去洗衣服啊 然后去拧东西啊 然后去干那些累活啊 那你说它犯不犯呢 它依然有可能犯 但是我说的情况下 就是你治好了 稍微注意一些的情况下 远期效果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今天呢 咱们开始 咱们今天的正题 这个武通正骨的这个颈胸片 可能大家一想啊 就是 本来就是这个 都说这个颈椎的正骨不好弄 这个小白不要弄 这个 有了好多年的正骨这个大师 都是给人出过问题的 弄出问题 因为 咱们就不点 不点哪些疗法了啊 就是 嗯 有些方法确实还是出过很多问题的 都是一些大三甲的 这些出的问题 但是呢 咱们 咱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法呢 完全无痛 完全没有动作 病人往那一坐 一躺 然后你呢 手往上一放 然后它好了 然后 就是这样 说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 你听过前几节课 你肯定就觉得 嗯 这事应该是 还是可能的 是吧 但你如果没听过那天能量正骨 讲腰底部的话 你可能觉得 是吹吗 这不就是 一会儿咱们看一看啊 但是吹 还是真的能做到 今天呢 这个课呢 咱们就是 很简单粗暴嘛 就是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 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 胸椎的诊断和治疗 标题就这么简单粗暴 然后呢 咱们今天理论的部分呢 嗯 也不是太多 反正也不少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讲完之后呢 重点 讲一下这个实操 因为呢 这个我当时 写这个课件的时候啊 我只在这上写了一种 颈椎病的治法 然后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件事啊 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 复古的时候 讲脚踝的时候 是吧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个 这个七块复古 跟这个颈椎是一一对应的呀 然后没告诉大家咋用呢 是不是啊 今天 一会儿就给大家秀一下操作 然后 看一看这个怎么 能通过脚踝 就是不动颈椎 也能把颈椎能搞得好 看看这个怎么做啊 然后这个是我 今天临时起义准备加进去的 这个是咱们科架上没有的 一会儿大家听的时候 认真一点听啊 然后胸椎的诊断和治疗 这个呢 其实胸椎这个 比较容易讲 大家也比较容易学 因为咱们这个 讲的这个胸椎呢一样 也是摸一摸 OK了 或者呢 如果你觉得 哎 你很愿意展示一下 自己的动手能力 你愿意推一推呢 我也给大家 大家想一想怎么推一推 但是都是很安全的方法 接下来呢 咱们先看这个 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啊 颈椎病 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啥 咱们颈椎 大家都知道颈椎有七节 七节呢 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 就是说颈一二 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 它俩是一部分 然后其他那几节颈椎是一部分 就是说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 它出现问题呢 容易产生哪些问题呢 大家看看啊 我现在先给大家讲的是第一颈椎 第一颈椎横图综合征 为什么叫第一颈椎横图综合征 我告诉大家在哪啊 在咱们这 下颌角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下颌角 就是咱们这个下吧 下颌骨 拐弯的这个位置 摸着有个尖能摸到吧 这个就是咱们的下颌角 乳秃 哪是乳秃呢 咱们一转头 隆起的这条肌肉 都能抓到吧 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秃肌 它一面连着的是咱们胸锁关节 那另一面连着就是咱们的乳秃 那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沿着这个 胸锁乳秃肌 就能找到乳秃在哪了 乳秃其实就是耳朵 后面这个高高的隆起的这块骨头 耳后乳秃 就是这 找到了吗 好了 那咱们这个颈衣横秃在哪呢 在下颌角和乳秃连线的终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因为为什么说会在这摸着呢 大家想那颈椎不应该在后面吗 是吧 怎么能在这摸着呢 我把这模型给大家拿过来 大家看这模型啊 看 看这第一颈椎的这个 横秃跑哪了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咱们把它按上的话 它这个模型啊 其实看着不太标准 正常来讲 这个第一颈椎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在 我是刚才说的位置是哪 一个是这是下颌角 这就是这个乳秃 下颌角和乳秃连线终点 其实就在这 它这个做的不好 实际上颈颈横秃很长的 你在这两边摸着那个骨头 就是颈颈横秃 那有的人说不信 那不信 那你看 这总共这个骨头就是这么多嘛 是不是 那你除去颈椎和颅骨的话 那你说你摸到这个硬硬的这个骨性的这个东西 它是啥呢 它如果不是第一颈椎 是不是 它确实就是第一颈椎的横秃 大家记住 第一颈椎的横秃 是所有的椎体里 最长的 它是最长的 它直接在这两边就能摸到 你要颈二的横秃 你只要是摸得更靠后一些了 没有那么靠边上 那好了 颈一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没有极粗 哪个叫极粗呢 中间的这个凸体的这部分 叫极粗 颈椎是从第二颈椎之后 开始有极粗的 其实在咱们这个 这不是 枕骨大孔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风腐穴这个位置 大家知道吧 一摸脑袋后面有个窝儿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它往下 你摸到的第一个硬硬的那个骨头 大家能不能摸到 低头的情况下 低头 低头 然后手放在这个窝儿这 往下一滑动 摸到的第一个骨头 是不是 我要没给大家讲的话 大家肯定觉得啊 那摸着的第一个骨头 那就第一颈椎呗 是不是 实际上不是第一颈椎啊 你们摸到的是这个 是第二颈椎 第一颈椎没有击突 从枕骨大孔下来 直接摸到的是第二颈椎 这个一会儿要用得着的啊 大家记一下 就从这一摸下来 第一个这个大的骨头是第二颈椎 那好来 一次往下来推呗 三四五六 第七到颈七这呢 颈七就咱们这一低头 大颈椎那个位置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一低头 那个大骨头呢 大骨头 那有的人那个大骨头是一片 那一片的话 它有两节 其实一节是第一颈椎 一节是第一胸椎 你咋判断呢 是不是 怎么判断是这个 哪个是颈七 哪个是胸衣啊 是不是 颈椎呢 它其实它会随着 随着咱们这个脖子的旋转 它会跟着你旋转 如果你压到这个胸衣上的时候 你转头的时候 它活动度很小 那好了 那你就放在这两个包上呗 放在这边 一个转头 它跟着动 下面那个跟着不动 那好了 那下面那就是胸衣 上面这就是颈七 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了吧 其实颈椎就可以这么定位 那好了 现在大家看这个颈翼横秃综合征 那第一颈椎横秃 它有一个这不很长的 那么一个特点嘛 其实大家从这个 就是这 就是它 这个位置 它产生的综合征 叫第一颈椎 叫颈翼横秃综合征嘛 是吧 这个名字很直接 那大家看 看这个红色的部位 大家能不能看到 红色的代表血管 看 这个红色的血管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颈动脉 颈动脉呢 然后它一直 它进到咱们的脑袋里 它与咱们脑部供血 那好了 大家细看啊 这个第一颈椎横秃这个位置啊 血管到它那里拐了一个弯 拐了一个弯之后 是不是容易产生这个打折的这个现象 比方说 它拐弯的位置是不是 它更容易被堵住啊 是不是啊 更容易出问题吧 那好了 那本来它就长就容易出问题 那如果第一颈椎发生了一个旋转 那这个血管是不是容易被卡住啊 卡住了之后 是不是会出现脑部的缺血啊 脑部的缺血以后 会不会产生这个头晕啊 是不是啊 长时间这脑袋缺血血啊 是不是也可以头疼啊 可以吧 所以第一个症状 是会给大家讲明白了 头晕 头疼 是不是啊 第二个呢 耳鸣耳聋 你在这个位置吗 它离这儿很近嘛 它确实是产生耳鸣耳聋 再一个呢 眼干眼色 单侧眼球突出 就是说为啥 这眼干眼色 单侧眼球突出 跟它也有关系呢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太理解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呢 不见得完全正确 但是呢 这个是我 我学习和临床总结的 我自己认为啊 这么说是能说得通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意见呢 大家可以回头跟我私聊 是吧 但我的理解是啥呢 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 它通过 有一个肌群 叫什么肌群呢 叫枕下肌群 通过枕下肌群这个结构 就是说跟咱们这个整骨 跟这块骨头是连接着的 它单侧呢 一共有四块 有这个 头后大直肌 头后小直肌 上行斜肌 下行斜肌 然后两边一共有八块 因为这个结构呢 它很有意思 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把手自己捂在这个后脑勺上 捂在后脑勺上 你稍稍低点头 对 把脖子稍微绷起来一点 然后你把这个手就捂在这 这个位置 就是先找到第二颈椎啊 找到第二颈椎之后呢 就大概你用三个手指 你压住第二颈椎和这个 整骨的这部分 这么这样压住 压住以后呢 大家微微地的时候 然后来 动眼睛 眼睛先转圈 先一圈转一转 看一看 发现啥了 后面手是不是跟着动了 是不是里面有咕噜咕噜的在动呢 看看 转一转 转一转眼球的时候 看看这个 后面的手跟没跟着动 是不是有几个小肌肉 感觉跟着在动啊 是吧 其实呢 在解抛力学这本书上呢 写过 说咱们这个枕下肌群呢 它和咱们这个眼球的运动 关系很密切 它会随着它的运动而运动 那好了 如果 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 发生了这个旋转 尤其这个第一颈椎发生旋转以后 枕下肌群是不是绷紧了呀 绷紧了以后 是不是 这个枕下肌群就变得紧张了 枕下肌群紧张了以后 咱们这个动眼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是不是啊 然后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眼 眼干眼侧呀 然后眼球突出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活动受限了嘛 然后长时间呢 卡住了嘛 好了 再一个 接着往下讲 三叉神经痛 就这个位置 就颈椎横图的这个位置 它会导致整个半边脸疼 三叉神经痛 号称天下第一痛啊 就是疼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 要死的心都有 西医基本上就是让患者吃这些卡马西瓶嘛 有的患者就是边吃卡马西瓶边哭 然后就我治的最严重的一个真的是 真的哭着来 我一开始我以为是病人咋了 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这个阿姨 我说你哭成这样呢 我以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抑郁啊 或者焦虑啊这些 后来他说那个 哎呀你看我这吃完药也不好使啊 怎么怎么地说了一对 后来我详细一问啊 那半天脸疼 那颈椎我给他扎了扎 一共没治几次 三次还是四次来 好了疼了十来年了 不疼了 这个就是说 跟颈椎横图关系很明显 然后呢 那太阳血统 太阳血统其实也可能也能理解嘛 因为在侧面嘛 你就记住整个这个侧面的这些症状 脸侧面的这些症状 都可能和这个颈椎横图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说 有的人就觉得脸疼嘛 然后觉得还有人觉得脸跳的 就觉得哎我单侧就是感觉这个脸有点跳 然后他也算不上那个症状 他就是跳 总跳总跳这个肉都能看见他跳 这种也有可能跟他有关系 然后再一个就是面积症状 面积症状我也治过几例 就是通过治颈椎也没给吃中药 也也没没通过调气血的方法 就主要就是扎着扎着针 然后把这个颈椎一调 哎 就好多了 另外呢 我这里啊 还有一个症状 没给大家说 你看他 那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他他他在这个下颌角和乳突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 他在这儿嘛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对啊 他可以产生牙疼啊 他真的能产生牙疼 这个我不乱说的 他确实是可以产生牙疼 就是说 呃 他产生的这个牙疼是啥样的呢 牙不敢咬东西啊 然后有的人还还喊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挂钩 是吧 其实就是这腻合观点嘛 有的人说 哎我这个 我这个脸疼 我说你脸哪疼 我脸不吃东西不疼 我说你这啥脸疼 我说你这不就捏合观点之疼吗 他说对对对 就捏合观点之疼 他说那个我是那天打完球之后被人撞了一下下巴 撞完了之后这个就就开始不行了 这我这下巴的事了 我说这个 他说我这什么挂钩掉了呀 你给我弄弄弄这个 我说你要掉了的话 你直接你就张着嘴来了 我说你 你就说话都说不太清了 我说你还还能跟我说这么流利吗 还能让你吃东西 是吧 我说不是那病 我说应该是颈椎 他当时人家就是撞我下巴上了 没撞过这个脖子 我脖子还行 但是你想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你撞到下巴的时候 看这么一撞 这个颈护头树突起来了 是不是 他是不是离这就变得更近了 更近了之后 你一张嘴的时候 他说憋住你了 嘴是不是张不开 就觉得这个颈护关节是疼吗 咬东西是不是也不敢咬 是吧 类似于一个咬疾的一个症状 跟这有关系吗 其实没啥关系 些低颈椎针在这涂着呢 然后把低颈椎调回去之后 再有东西就好多了 再一个 还有的人特别逗 告诉你 刘大夫 这过年了 我家呼那个猪爪呼特别多 我就特别爱吃猪爪 啃猪爪啃的 连啃了好几个 我说你能不能少吃点 我说你吃那么多 然后最有意思的 我那个患者是啥 他是头一年就找我吃这个病 第二年就又找我吃这个病 年间都是过年的时候 我说你家这个猪蹄 能不能就是呼的烂一点 然后你 你吃的时候别那么费劲 严谨就是说他啃那个猪蹄 就把这就累的就不行了 每次都是把这个低颈椎给他弄回去 哎 他就好了 所以大家记住啊 这一片的问题 都可能跟他有关啊 好了 咱们接着往下讲 就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嘛 低颈椎 低颈椎它容易产生这些什么 头疼头晕 耳鸣啊 眼睛干涩 三叉神经痛啊 什么 台阳血疼 这些症状 其实呢 就是这个 低颈椎呢 它上面 你看低颈椎上面不是枕骨吗 是吧 下面不就是第二颈椎吗 咱们这个第二颈椎叫疏椎 所以呢 低颈椎和枕骨之间的间隙呢 叫缓枕间隙 跟树椎之间的这个间隙呢 叫那个缓束间隙 其实就这个关系的改变 就容易产生这个 哎 头疼头晕 你看 它一 它这个间隙一改变了 肯定位置变了 是吧 肯定这个血管啊 包括神经啊 包括周围的这些肌肉啊 位置都跟着变了 紧张度也不太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它就会产生 头疼头疼这些症状 再一个呢 大家看 颈二三呢 颈二三它也会产生头疼 大家就简单看一下行了 我给大家简单读一遍 颈二三 直颜孔变小会导致 头晕 烟雾不不湿 后背損胀 颈部不能穿高领 不能带项链 这一带 一高领 哎 不行 往下拽拽舒服 然后一穿这种 它就觉得 哎 勒脖子 它就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呢 其他这几个 大家就不用记太细了 就是说 下段颈椎呢 它可以产生这些肩背 以及这个手臂上的症状 大家不用记那么细 然后我给大家重点说一个呢 说两个 斤五六 容易产生这三个手指的疼吗 我跟大家说过吧 斤六七是这三 是吧 斤五六 斤六七 然后呢 大家重点看一下这个 第五颈椎 第六颈椎啊 第五颈椎 第六颈椎 这个位置 这块呢 它有一个神经出口 叫肩甲背神经 这个呢 根据我诊的肯定都知道 这个我在临床中特别常用 肩甲背神经容易产生一个什么症状呢 大家听这个名 肩甲背神经 那好了 那这个神经 它支配的位置应该就是肩甲骨 这个附近这儿 它有一个背骨 是吧 肩甲背 那好了 那这一片呗 说白了就是这一片呗 它这神经支配着这一片 那支配着这一片的话 那它可以产生啥症状啊 是不是可以产生后背症疼啊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 后背酸疼的 就是这一片肩甲骨里面放着这儿 酸疼的有没有 很多人都有吧 这个 即使你觉得还好 但是有的人一摁也是 一面疼一面不疼的 就这个位置 好多人都这个位置疼 而且这个位置疼呢 一般正骨的大夫会告诉你一下呢 胸椎小关键紊乱了 这个词大家听了很多吧 胸椎错位了 然后正常 一般来 卡卡 按几下 或者一提 弄几下 按一按拨一拨 然后在这处理处理 回家吧 回去了 当时觉得也挺舒服 弄完了之后好了吗 舒服不过三天 如果你第一次得 你可能弄完之后 你能好 因为你有可能 确实是胸椎小关键紊乱了 但是你如果第一次弄完了 过了一阵又犯了 你再去弄 效果一次不如一次 最后弄弄弄弄弄 没效了 这附近都快被大夫按烂了 扎烂了 还疼 就是疼 大家不用笑 这个我去年 我连着治了两例 一例疼了16年 一例疼了20年 中间它没停着治 你想想 我问他的所有的都是 大夫就是在 喜欢在背上砸 然后在那做正骨 然后有的说 他就说 哎呀 这块就是总做总做的 弄滑了 然后这个骨头 就弄不回去 弄回去 它就容易出来 我说你后来按正骨做 还有效吗 他说实话 可能心理上感觉 能舒服一点 但是弄完了之后 我觉得还那样 我说啊 我说你说句实话 我说因为这个啥呢 这个呢 就是肩下被神经导致的 它就会持续的导致 这个位置酸痛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第五颈椎 第六颈椎 一般这个 第五颈椎 第六颈椎 在哪呢 是吧 第七颈椎上 可以啊 在第七颈椎上 可以 确实是能找到第六颈椎 我再教大家一个 简便的方法 一般是哪 好多人一仰头 都不用仰头 脖子上有个纹吧 有个横纹吧 一仰头 底下的那个纹 底下那道纹 一般就是第五颈椎 第六颈椎那个纹 而且 如果你发现 两边的纹不等长了 两边纹不一样长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一下 如果你看完这个纹 你发现纹一面长 一面短 你特别容易在纹长的这边出现 肩胛 肩胛骨以及这个后背处的酸疼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后背酸疼 你让你家人看一下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可以让家人看一下 你看看是不是 你总也没治好的那个后背疼 跟这个有关系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纹长 一个纹短 歪了 对 那肯定是歪了 那哪边纹长呢 翘起来的那侧纹会长吗 纹会短吧 那好了 如果 这个 这一节 没拆下来呀 那这样吧 就景气 景气发生了一个往这样的一个片 是吧 一个往左的片 是吧 景气基图往左片的话 是不是这块翘起来了 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 挡住了你们那个纹 是不是 看 大家看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不是纹的尽头 会在这个位置出现 如果 这边 纹没有了 这边纹很长 是不是说明了 这个极图往这边偏了 极图往这边偏 看 这黄色的是神经 它是不是一下就 卡住了吗 是不是会产生同色的症状 会吧 可以吧 这个呢 大家记住一下 真的是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 每个人都有 然后就是即使 你不觉得后背疼 不信你让家人按一样 你那个位置可能也是疼的 然后呢 咱们再继续分析一下 这件事 那好了 那你说是神经卡 那它确实就是 只是神经卡 它不存在说其他的问题吗 它不存在说肌肉牵引的吗 那我问你 如果支配这一片 肌肉的这个神经 它已经长期处于卡牙的状态 这一片的肌肉会松吗 不会松吧 肌肉牵引的太紧了 这片骨头错不错呗 偏不偏 偏吗 那你最后 推这个骨头 处理这个肌肉 是否处理的都是结果 没处理原因吗 我说大家明白了 当然了 咱们处理颈椎呢 这是 因为在先 这个是先上课 我只能给大家讲这么多了 因为我没法给大家讲 更深的东西了 我现在处理这个 有更快的办法 而且效果 比单单纯 弄颈椎效果要好得多 然后这个呢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给大家分享 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记住这个事啊 就是这个 真的很常见 而警六七呢 就没什么讲的了 警六七主要就是 这三个手指嘛 然后它也是 产生这个胳膊啊 疼麻的 这些症状 那好了 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说 警治病可以分为啥 两种类型吗 头疼头晕行 还有一种啥类型 肩背痛手麻行 就这两种类型吗 其实还有第三种类型 混合型 头疼头晕行 加肩背痛手麻行 是不是 就这三种类型吗 那好了 头疼头晕行呢 主要处理 上段经椎嘛 是不是 然后肩背痛手麻行呢 主要处理下段经椎嘛 其实我就是为了 告诉大家这个事 大家不用区分那么细 你说你 背说从哪放手到哪 你们根本记不住 是不是 嗯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补充一点 就是说下段颈椎 能不能产生头晕呢 也可以啊 但是它产生的头晕 你像 它因为这块血管过得比较直 它即使发生了错位之后 它不会像第一颈椎卡的那么紧 它不会说突然卡住这边啊 血流特别慢 它只是血流的相对减慢 相对减慢之后 会出现一个啥事呢 慢性的一个缺血缺氧 那好了 那就是觉得头 蒙蒙的 不太清醒 但是你说它天旋地转的晕吗 它不 它这么左右转头啥的 它也都不受什么影响 但是它只是觉得 嗯 我有点不太清醒 我有点头晕 是这个 短暂行动蒙圈算吗 短暂行动蒙圈那不算 接着呢 咱们就是 讲一下这个颈椎病 这个能量症悟的治疗 其实呢 很简单啊 咱们主要就是分成这四部分 讲一下它和手腕对应的关系 然后 其实颈椎和脚踝的对应关系呢 我之前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对吧 然后今天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然后还有一个啥呢 颈椎和六经还有对应的 和六经大家想 它有啥关系啊 一会儿告诉大家咋用啊 对应生了之后咋用 是吧 然后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颈椎病的整个这个矫正流程 好了 大家先看 颈椎和手腕的对应关系 我之前是不给大家说过了 我说这个弯动骨 它不构成咱们这个 手腕的这个结构 弯动骨是不是 在结构上可以给它忽略掉啊 那如果对应颈椎的话 那颈椎是咱们这个人体成立的这个结构 是吧 那你说这个弯动骨还能对应颈椎吗 弯动骨肯定不去对应颈椎了 对吧 好 那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之后呢 咱们的弯骨 八块弯骨就剩下七块弯骨了 七块弯骨呢 主要分两排 一排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家咋记呢 你看我告诉大家 第一颈椎对应三脚骨 第二颈椎对应月骨 第三颈椎对应手腕骨 然后是 第四五六七呢 对应的是大左脚小左脚 拖撞骨和狗骨 难记呀 不好记是吧 不好记那就不要记它的名字了 我教大家咋记 来 大家把手伸出来 看啊 教大家一个方法 持骨头能不能看见 持骨头可以看见吗 持骨头上面 看这图 持骨头上面 再一滑 滑到那个小骨头 三脚骨 不要记三脚骨 滑上来 那小骨头一摸 它是不是对应景一啊 好吧 然后呢 绕骨头能看见吗 绕骨的 这个头 说大家能看见自己绕骨头吧 这么一动不就看见自己绕骨头了吗 绕骨头 这对应的是景三吧 我山底科师不给大家讲了 说这个月骨 在这个持骨和绕骨中间 它对应景二吗 那好了 那咱们要找的时候 是不是先找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位置 先找一个三 最后再找二嘛 是不是 省着你上来就抓二 你把这个二的位置给抓错了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这样找 那好了 这是底下这一排 底下这排 咱们可以通过持骨骨去定位它 对吧 没有问题吧 那好了 那上面这一排呢 咱们通过咋定位呢 我上几个给大家讲肩腺炎的时候 是不是讲了 说第一掌骨下来之后 嗯 大多角五吧 是不是啊 第一掌骨下来是景四 第二掌骨下来呢 看 小多角五 对应的就景五了呗 第三下来就是景六 那好了 四五六特别好记 那好了 那就是一 第一下来是四 第二下来是五 第三下来是六 对吧 那最后就剩他一个了嘛 四五下来是七嘛 对吧 这样大家能记住吗 不要记他的这个名字啊 什么三角五 手周五的 你记不住无所谓 记不住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一定记住怎么找就可以了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前三个 景一景二景三 通过齿掌骨来定位 可以先找 先找这个 齿五头这边对应的这个景一 齿五头 下面这个景一 和掌骨头 下面这个景三 中间呢 就是景二 然后呢 第一掌骨下来的 大拇指下来的就是四 十指下来就是五 中指下来就是六 无名指和小指下来就是七 好记吧 好 那颈椎和手腕的对应关系 就咱就先过 然后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咋用 这个是颈椎和脚踝的对应关系 这个大家还记得吧 第一颈椎对应巨骨 颈二对应根骨 颈三对应足周骨 然后内侧斜骨 中间斜骨 外侧斜骨和头骨 这几块骨头呢 大家位置一定得记住啊 因为脚踝有问题的人比较多 比手腕有问题的人更多 所以这个 你为了专业性 你还是得知道这几个骨头 位置在哪呢 然后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也是 等一会儿教大家怎么用 然后看一下它对应的关系 颈一对应的是太阳 颈二对的是绝阴 颈三对的是太阴 颈四对的是阳明 颈五对的是少阴 颈六对的是少阳 颈七 它对应的是心包 记住啊 这点来讲 它对应的实际上不是六经的能量 它实际上它对应的是 那个心包的一个能量 心包 心包精别的这个能量 这个大家不用说特意去记它 我为啥我给大家区分开 一个是写的颈七是心包 然后颈二用的是绝阴呢 因为它俩用的都是 一会儿用的都是一个穴位 一会儿用的都是中重穴 然后大家可能就 我要是不这么写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 颈二和颈七怎么是 同一个呢 是不是你写虫了 或者不理解 其实不是 是这样 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大家就懂了 人体的能量系统 其实是这样分配的 你看 颈一二三四五六对应的是六经 因为他们在追体里 他们是最靠上的 他们是接近天部的这个能量 然后从颈七开始 一直到咱们的尾骨 他们每一节都对应着 咱们脏腑的能量 一个对应的是咱们脏腑本源的能量 然后一个对应的是它经别的能量 这是不一样的 层次是不一样的 这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句 大家记住 上面是对应的天部能量 从这往下就对应的都是脏腑了 那好了 景一到景六对应的是太阳 绝音 太阴 阳明 少雨 少阳 那好了 那既然你这么说完了 那太阳是不是有两个呀 是不是有一个守太阳 有一个足太阳 然后绝音也是一个守绝音 足绝音 这几个都是嘛 然后大家看看旁边那个图啊 看看我旁边那个图 你看我旁边写的啥 景一对的是小长 景二对的是心包 景三对的是肺 景四对的是大长 景五对的心 景六对的三角 大家会发现一个事 好像对的都是手上的啊 对的 是不是啊 那为啥对的是手上的呢 因为我不说了吗 景部 它在上 它就更接近于天部的能量 所以咱们的 手上的经络 是不是也是在上的 所以呢 用的都是手上的这些 那好了 那咱们治疗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用它们对应的景穴 那太阳 守太阳 小长的景穴 少泽穴 是吧 然后守绝音心包经 景穴 中重穴 中重穴 大家学的中重穴都在哪啊 中指的指尖是吧 是吧 这个穴位没错啊 但是咱们用的时候不用这个 咱们用的是中指的这个饶侧源 哪个饶侧源 就这边嘛 靠近食指的这边这个 指甲圆这 跟其他的景穴一样 咱们用的是这个啊 咱们用这个 不用这个中重啊 然后景三 景三呢就是 手太阴肺径嘛 然后就是 哨伤 伤阳 哨虫 观成 就是这么一次往下捋的嘛 景穴心包那块 它对应的也是中重穴嘛 就这个嘛 是吧 也是这个位置 但是你记住 这不是我写虫了 这只是景七和景二 它虽然都用的是一个 但是它对应的层面 实际上不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一会儿我也告诉大家咋用 接下来 看 景之病的矫正流程 我就怕大家做的不标准 我就把这些给大家用文字板打出来了 其实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啊 如果这个人 这不是手腕这个 整个是对应的颈椎吗 如果这个人来了 整个脖子很僵 那好了 那你就一个手 扣住他的手腕 另一手扣住他的脖子上 注意力 集中在扣住 扣住脖子的那个手上 是吧 上下一滑动 哎 几秒钟脖子已经软一些了 当然了 我说的再客观一点的话呢 是 这个人的问题 是由颈椎员发的时候 你这么一弄完之后 他会软很多 如果这个人呢 他是因为骨盆的因素 或者其他因素 导致的这个颈椎 特别紧张的时候 你弄完之后 他也有变化 但是可能变化的 不会有颈椎员发的问题 他变化那么那么大 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 脖子特别僵的时候 你轻轻一放上 他立马就软下来了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先是这样放 整体放完了之后呢 第二步 两两的去对应 什么叫两两对应呢 一个手 放在颈一颈二上 另一个手 放在颈一颈二对的这个骨头上 两两的 颈一颈二 颈二颈三 颈三颈四 颈四颈五 颈五颈六 颈六颈七 颈七胸一 是这么对下来的 对完了之后呢 再一次的 再用这个颈一对的这个骨头 和颈一对一边 颈二对的骨头和颈二对一边 一次再对一边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呢 再用穴位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个穴位 再对一边 就是用 哎 一个手放在哨泽穴上 然后一个手放在颈衣上 一个手放在中中穴上 另一个手放在颈二上 一次往下顺 OK 这个做完了之后就结束了 然后 我这补充了一点 说如果这个手腕或者 这个脚踝本身有问题的时候 就先用这个 就是先把这几个东西先治好嘛 我之前我不也给大家说了吗 如果你看 你这个 你想用它去治颈椎 但如果这本身都已经坏了的话 是不是咱们得先 先把这 先用这个五个 五个掌骨 把这五个掌骨治完之后 再去治它 再用它去治颈椎 这样效果很好 但是你要是着急呢 你不愿这么治 你非得直接就 用它直接对过来呢 治完也有效 可能效果稍微差一点 然后大家这时候 可能会有点疑问 哎 那你讲那个脚哪去了 是吧 第一步你看是整体做了一遍 是吧 第二个是两两对应 第三个是骨头对骨头 第四个是穴位对穴位 然后都是手上的这些 是吧 那脚那个脚对应完之后 没用了 是不是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操作 你看这东西 是不是脚没了呢 脚在哪里用呢 你看你一共就写这四部 这脚这事呢 是我后来我发现的 治脚的时候呢 可以不那么复杂 后来我发现就是 诶 有的人 你看着他这个骨头形态可能也没啥事儿啊 但是你压上去 诶 他可能有疼 反正你细看的话 比方说那次蟹骨折 看着确实有点疼 你细说呢 他好像有点塌陷下来了 你回头你去摸这个人的第四颈椎 因为那次蟹骨和第四颈椎是对应的嘛 你去摸他 这个人第四颈椎基本上不会多好 他一摸这第四颈椎是疼的 然后你把这个蟹骨顶推几下 用柔性整骨的方法顶推几下动几下 诶 再摸脖子 脖子就不疼了 这课上内解和 其实我给你做的是根骨和颈儿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当时做的是一解 然后就是说当时觉得 哎 根骨这个地方它还成立嘛 是不是 它会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力学的传导 大家是不是当时会这么想 你看 那个根骨嘛 它毕竟它还是涉及到 这个人的整体力线的这个事 那好了 那你说内三蟹骨 它参与多少呢 它为什么能精准地 定用在颈四这呢 比方说咱们的这个足足骨 有的人足足骨歪了 它颈三直接就有问题 你说它得通过一个多复杂的力 才能传达到专门到颈三这呢 是不是 不太可能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种 一一对应的这个关系 你查完这个颈椎之后 比方说你没发现它的脚有问题 但是这个你发现它颈椎有问题了 嗯 其实我跟你讲 基本上是你对这个脚啊 你查得不够细 你再细查一下 鸡蛋里挑骨头一点 你会发现哦 这个脚还是有问题的 然后 先比方说一摸颈椎 啊 有两脚是疼的 你直接就上同侧的这个脚上去找去 找完之后把那俩脚 骨头复位了之后再一摸 好了 不疼了 这个就是脚和颈部的对应关系 是这样用的 它可以不用不走这个步骤 你可以直接把脚摁完之后它自己就好了 这我试过 效果还不错 上车发展到的 相当帅上的